我父亲有很多股票,你听到战争,你不听到家庭,你不听到家庭,那是他所意义的。 你父亲的名字是什么? Mahamad Ali! 此前,没有人知道有这些录音磁带的存在,甚至是他的一些家庭成员,直到最近。 这些音频在克莱尔·刘易斯的纪录片中,串起了这位拳王一生的故事。 Ali的女儿哈娜给刘易斯提供了这些磁带。 我的父亲总是对历史很有意识,这也是他制作了这一系列录音磁带的原因之一。 这部影片展现出全世界都爱阿里,这位奥林匹克和三届拳击比赛冠军本名卡修斯·克莱,他后来皈依成为穆斯林,改名莫罕默德·阿里。 从朋友和竞争对手的话说,他是一个多愁善感,近乎凄美而又勇敢刚毅的人,因为他拒绝在越战中服役,他的冠军头衔被夺去, 他的拳击执照被吊销,他的好友,前橄榄球运动员吉姆·布朗对此记忆犹新。 他勇气十足,他必须承担的风险,他的王者之冠被夺走,他被孤立,他无法赚钱养家,那真的很艰难。 但是他坚守他的信念,直到1974年,在32岁的时候,阿里卷土重来了。 他打败了拳坛高手乔治·福尔曼,重新夺回了他的头衔。 我是阿里,并没有就他破裂的婚姻讲述太多,但凸显了, 他和子女的关系。 随着年龄见长,曾经善于雄辩的莫汉·莫德·阿里,讲话开始含糊不清,这是帕金森症的一个迹象。 最终,他在1970年代末退役,80年代中期,他被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,但对于全世界,以及他的孩子来说,他依旧是代表力量和优雅的偶像人物。 美国之音普劳,华盛顿报道。 美国之音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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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